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才剛落幕 但綠白合作戰火才正要開始 有獨派醫師爆料前天 他接到了柯文哲來電 問說能不能讓民進黨支持 黃珊珊來當院長 而民眾黨也會挺蔡其昌 來當副手 柯文哲怒轟民進黨滿嘴謊言 說要提告 如今到底是誰 主動先找對方來談條件 綠白隔空護槓 引爆空前戰火 立院龍頭爭霸戰落幕 卻引爆綠白隔空交火 當初綠白河到底誰主動 引發空前戰火 獨派色彩濃厚的醫師陳永馨 爆料1月31號 柯文哲打給他 說能不能院長支持黃珊珊 民眾黨來支持 蔡其昌當副院長 醫師向賴清德請示 賴清德還反問 有沒有可能由黃沛 柯文哲一聽火大發飆 炮轟從頭到尾 都是民進黨找上門合作 雙方持續互槓 在前天的時候 主動的通電話 給綠營一位一屆的前輩 表達說民眾黨 願意去 支持蔡其昌 擔任副院長的希望院長 可以來知珊珊 是你打電話叫他 這種蠻嘴謊言的政黨 真的受不了 既然院長選舉都已經結束了 柯文哲主席 實在沒有必要出來再放話 然後再編一些故事 每天在他媽的新潮流 怎麼可能再去投新潮流 大家如果都要耍硬的 那就好玩 那就法院上見 柯建民還發文說 民進黨從頭到尾 不可能灌票給黃珊珊 否則會全黨滅頂 直接下課 民眾黨一天內 狂開三場記者會 大喊要提告 我會主張告民進黨發言人 就直接告他 這種造謠的手段 我們受不了 這位醫師呢 他也很明確地來表達 他也願意 來到法庭 陳述事情的相關經過 大家火大了 不可以用這種手段 你不可以每個都打電話 說你要打電話給他 我從來沒有 他的電話號碼 我怎麼打給他 要告就來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 請你訴狀 要提告相關人事 包括民進黨發言人吳徵 如今國會龍頭戰告一段落 但綠白虎咬廝殺才正要開始 記者張宥慈 王志涵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下場的報告 在第三集中